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迦太书的第三章 从这章经五的二十六至二十八节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信而受尽该有的表现 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开始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都是披带基督的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人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宝伯就特别的告诉迦太众教会众生他说 他说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真理 因信耶稣基督得着神的生命 成为神的儿女 这实在是磨大的福气 我们看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他们遵守律法 也只不过是他们本身是神的选民 遵守律法也照样是神的选民 他们不能称为神的儿子 他们整个以色列国民族可以神称他们为儿子 那是整个民族 但是每一个人他们不能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生命没有圣灵类住在他们里面 最多是神的选民 但是今天我们应信去成为神的儿子 就像耶和尼书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成为他的儿子 我们也真是他的人 我们能够称父 父神 把神为我们的父神 为我们的阿爸父 这实在是太有福了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将来就能够承受父神一切的基业 为我们所存留在天上 不朽坏 不典误 不随惨 永远的基业 圣诚信义无伤 这也太有福了 那么 老佛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他说 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 就是披带基督的 受尽不是一个宗教的意思 受尽 它有一个很要紧的属灵意义 这个属灵意义是代表 与主同此 同埋葬 同复活 所以受尽是归入基督耶稣 基督耶稣 必定在施释下上的时候 他所完成的一个全备的基因 我们这个受尽 就是经历到 与主同时 同埋葬 一同复活 所以是归入基督耶稣 从此 我们就属于主 什么叫归入呢 就基督所完成的一切 我们都有份了 我们都承受了 同时我们进入基督耶稣 在基督里 享受他里面一切的丰富了 再说 我们是赢属于他 归入基督耶稣代表 我们从此就不再是属自己 是属于主了 所以归入基督耶稣 就是批带基督 批带言文就是穿 批带像批带一件大衣 那现在是穿上去 穿上基督是 这是一个比喻 就把基督像一件的外袍 一件衣服穿上去 我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别人看见就知道 我们是像什么 这个 什么样式显出来 我们若是穿戴基督 批带基督呢 那别人看见的就不是 我们是基督的 而这个衣服是看得见 是表现出来的 前面那一张我们说是 基督在我里面活的 那活着之后呢 是能够彰检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仅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外面也是批带基督 全人都 里外都把基督彰检出来 所以接着受尽 我们的旧照的我 亚当里面的我 无论是好是坏 所有我认为是好是坏的 这个旧人的我 都已经以基督同病之下了结 旧人埋葬了 然后从此活着 不再是我 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然后我只是批带基督 既有基督在我里面活 又是批带基督 只叫人看一点 所以亲爱的基督 我想问你 你受尽到现在 有的可能几十年 有的可能是几年 或者甚至一两年 一两个月 但无论如何 你信主受尽之后 你是否批带基督 不仅在客观的真理上 是批带基督 在实际的表现上 实在是批带基督 你有没有这个表现 请你审查一下 今天你的一言一行 一体一动 你的谈吐 你的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是活着基督的温柔呢 活着基督的和平呢 活着基督的圣洁呢 活着基督的公义呢 活着基督的爱呢 活着基督的怜悯恩慈呢 或是基督的良善呢 诚实呢 是否我们是把主活出来了 我们在教会生活里 是否是存着谦卑的心 或者是满了顺服呢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也有这些美好的 主的美德彰显出来了 这些是批带基督 别人从身上能看见 他真是个基督徒啊 所以别人不同啊 若是我们批带的 这样是旧造的自己 是充满了自私 骄傲 嫉妒 心胸狭窄 嫉妒 各种的肉体 与人不和睦 若是这样的话呢 那别人一看见就看见 我们不像是批带基督 而是批带亚当的旧人啊 所以我们无论受尽多几 我们要留意一下我们今天的情绪 若是不像基督就要悔改 我们真正在最终死了的人 不可以在最终能去活成 相反 我们要真正 批带基督 活成基督 把主将进出来 那么批带基督最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 保罗接着就讲了 他说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维如的 或然或然 在这里说了几种身份 第一种身份 是犹太人和希腊人 希腊人 在《经约圣经》很多时候指 不仅是代表着当时希腊的希腊人 同时也代表着整个外邦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呢 是一个 可以说 四不两立的 因为犹太人 是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 他们看不起外邦人 他们藐视外邦人 而外邦人呢 觉得犹太人藐视他们 所以外邦人呢 他们自己呢 也 也憎恨于他 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根本不可能和我 但是基督界的释迦已经拆毁了 两者之间中刚隔断的桥 叫两者赫而为一 造成一个新人 来献给神 所以在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 在里面犹太人和希腊人 意思是说虽然外面来说 这还有犹太人 希腊人这些的背景 但是大家在基督里都是神的儿女 都有神的生命和圣灵 都是新造的人 所以呢 不会把犹太人和希腊人 大家在那边所自夸 把希腊自夸口他们的 这个希腊的哲学 把犹太人夸口他们是神的选民 各有不同 但是不会把这些带到教会里面 彼此不合 在教会里面 大家都是医疗 旧的在旧造里面一切不同 都与主同死同埋葬了 都受尽埋葬了 现在都归路基督耶稣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不是归路亚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里呢 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看见 这个 在基督里 不再是犹太人 希腊人 也不再是自主为奴 自主为奴 是有关地位高低的分别 自主 古师是主人和奴仆 再也没有主人和奴仆这个身份 在教会里面 无论有的在世界是做大老板 有的是 一个 这是蓝领阶层 做 或者说他是做农民的 但是大家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再也没有这些身份 大家都是神德里 都是弟兄姊妹 都是平等的 大家在基督里 都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是成为义 所以大家在教会中 我们成为弟兄姊妹 而不是成为某某老板 不是 所以 无论是 是雇主是雇言 大家在基督里 在教会里 都不是一样 还有 或蓝或蓝 在古时的时候 当时 特别是蓝系的社会 就好像蓝的是 高一等的 那 信主之后 再也没有 蓝尊女 五杯的这些 没有这些 在基督里 大家都是 亲爱的兄姊妹 都是平等 所以 这就是基督的心上的 受尽归入基督耶稣里的表现 所以大家来到教会里面 再没有至高的 也没有自卑感 都没有这些 大家都在主的爱 这就是基督的身体 该有的表现 这也是受尽之后 我们来到教会当中 该有的表现 再没有阶级的分别 再没有肤色的分别 再没有种族的分别 再没有地位高低的分别 再没有性别的分别 再没有贫富的分别 在基督里 我们都成为一样 教会就是 持守基督合一的见证 就是受尽 在救灶里 一切人类不合的东西 都了结埋葬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 能够与家人和睦 与同事同亲和睦 与亲友和睦 与教会中的弟兄姊妹 合二为一 持守基督合一的见证 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 我们就能够把基督身体 合一的见证彰显出来 这就是基督的救赎 做张简的功效 我们受尽 与主免可该有的表现 满足主的心意 请问 你现在的表现如何